作者 风行烈 我是莫竹 金采马上开始 第250集 林冰 有些东西是你这种人一辈子都不能理解的 你自以为是 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愚蠢 你还不是被我戏耍了那么多年 林冰 你知道这么多年来 为什么黑暗幻殿 一直能躲过你光芒幻殿的追杀吗 有力的手臂 莫得揽在奥峰腰间 云青红轻而易举地将他单手拥住 奥峰诧异地向他看过去 却发现他的檀木面具 不知何时多了一道深深的缝隙 那是刚刚在交锋之中被波及到的 神圣财爵之杖和黑暗死神之连的交锋 平常的物质性东西 只要被余波刮到都会损坏 男子的唇角 荡着深深的笑容 邪气凛然 激嘲讽刺 咔嚓一声 云青红的面具突然从中心裂开 半块檀木制作的面具 从脸上缓缓滑落 露出了一张熟悉至极的 俊逸脸孔 周围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 你 光芒仲裁大长老商谦 双目圆瞪 颤抖地指着他惊叫道 是你 一片匪夷所思的目光 视线的焦点 集中在那个紫色长发飘逸 一身暗黑邪气的男子身上 连灵兵都忍不住微微瞪大了瞳孔 天空上方的所有人 都将不可能三个字 在心中喊了数十次 拼命地揉着眼睛 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但任凭他们把两眼揉得发疼发肿 那张太过熟悉的面旁 还是没有丝毫改变 傲锋 也震惊地盯着近在咫尺的男子 黑眸一遍遍扫过 他退去了面具后的俊美容颜 亚然地动了动嘴唇 落雨 这张脸 不是君落雨吗 男子轻轻转过头 唇角勾起 抱住傲锋的手臂 微微一紧 熟悉的面容上 露出熟悉的邪魅笑意 哇 傲锋 你应该叫我清红 这 才是真正的我 两个印象之中完全不同的人 突然就合到了一起 可是这种转变 傲锋却完全不觉得 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相反 却是脑子里轰然一响 瞬间豁然开朗 他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君落雨 当初会说 我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光明 为什么 他见到云青红之时 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为什么才刚刚认识云青红不久 他便对她那么好 甚至连性命都可以交给她 为什么在天元盛宴上 君落雨看到子龙以后 还能那么沉稳地开玩笑 为什么君落雨走了之后 云青红便立刻出现 为什么今天白天 她会说那样的话 原来是她 原来君落雨 就是云青红 从今以后 君落雨 便不会再与你有任何交集了 意思就是 她从此将丢弃到君落雨 那个身份 光芒幻殿的圣皇 便是黑暗幻殿的邪地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个本来应该圣洁无比的形象 在这一刻彻底模糊了起来 这两个人合二为一 奥峰便清楚 君落于骨子里的那股腹黑 是从哪里来的了 那个身份原来是个假象 这家伙 完全是在上演 一介版无间道呢 想到这里 奥峰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这个坏得要死的混蛋 白天居然对我说那种话 亏我还不知所以然地说 你又不是他 那会儿你铁定是在心里偷笑我呢 居然把我耍得团团转 还骗了这个看上去就不笨的 神君灵兵十几年 你小子简直腹黑到了 至高无比的境界 若能平安出去 我定会好好找你算账 这次你敢丢下我一个人 我绝不原谅你 奥峰冷着脸说道 云青红一愣 却是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 眸光愈发柔和起来 抓住他的手 坚定地点头轻笑 嗯 我们同生共死 要走一起走 要留一起留 谁也不需单独留下来面对 君洛宇的圣洁是假的 温柔却是真的 那温暖的感觉 足以包裹整颗心 奥峰几乎忘了他们的处境 心中完全没有惧怕 君洛宇 你怎么不去唱戏啊 对面的灵兵 一字一字充满寒意地吐出这个名字 口吻透着极其浓重的杀意 好 你好得很 想不到 你竟在我光芒幻殿里潜伏了十几年 而且还光明正大的 进入到我光芒幻殿内部高层 当真是好手段呀 堂堂协地 竟然当内奸 你还要不要脸 怒急返校 灵兵明显被气得不轻 我一心一培养的圣子 居然是地方最大的掌权者 还要比这更好笑的笑话吗 这件事情只要传出去 我光芒幻殿的脸 真不知道要丢到什么地方去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云中城口中的笑柄了 感觉到灵兵的愤怒 商千等人大气不敢喘一口 看着云青红的眼神 已变得无比愤慨 想不到十几年来 竟是引狼入室 有圣皇这么个人在 黑暗幻殿如何会遭到重创 他已经将所有情报透了出去 只要有大型围剿 就提前通知黑暗幻殿的高手离开 之前神君早就怀疑有内奸 却没想到 内奸竟会是你君落语 灵兵大人说笑了 我所有的权利和地位 可都是你给我的 消息呢 也是你自己说给我听的 我又没有自己要求过 打探过 怎么能说 我是内奸呢 就是有内奸 这个人 也是你自己啊 云青红那气死人不赔命的无辜笑容又出现了 睁着眼睛就说起了瞎话 你 灵兵被他的无赖态度堵得说不出话来 一个人若是不要脸 再怎么都不可能说得过他 神君大人息怒 其实今天他露出来也好 若是我们还蒙在鼓里 日后带来的危害将会更大 一名审判长对灵兵说道 冷冷凝视傲风二人 这两个谢神者 便让我神的光辉来裁决了他们吧 灵兵定了定神 恢复了冰冷的态度 没错 君洛宇 你为了一个秦傲风 就破坏了自己的大计 破坏了你十几年来营造出的优势 简直是愚蠢至极 你若是在我光芒幻殿多潜伏几年 说不定 还能多保住黑暗幻殿一些时日 你真可怜 世上最珍贵的东西 你们这些脑子里 只有神灵的人却始终不明白 云青红眼底略过一缕怜悯 淡淡笑道 傲风在我的心里 胜过任何的东西 所以 我可以为他放弃一切 得失 我不想与你争论 因为做决定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些 既然如此 本军就成全了你们 不愿再说什么废话 灵兵单手前台 轻轻握住财爵之杖 身份像是末的就发生了变化 宛如一个最为诚挚的信徒 在和神灵对话似的 财爵之杖上光芒大方 天地间的星辰之力 好似洪水般 向着上面汇聚了过去 今天晚上是晴空 星辰之力实在太强了 恐怕 凶多吉少 云青红满面凝重 右手持着死神镰刀 左手轻拥着傲风 低眉声音叹道 真想多抱你一会儿啊 上天为什么总是不让我如愿呢 我想用我自己的双手去守护 可是到头来 却什么也保护不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